早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李继勇 前民进党籍的前任云林县长 2018年县长选举败给国民党张立善 败选才是开始 退出正盘才是涅槃重生 当真正的上帝需要你的时候 超级落选英雄请辉队 出30万票的真昌升级行政院长 出15万票的奇迈升级副院长 出21万票的加龙升级交通部长 出9万票的鸣鼓爽缺台水董事长 中选会主管全国选举行政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 主委由行政院长提名 为求公平性 都是提名党派色彩不浓厚的专业人士担任 但在蔡英文的字典里没有公平 这次直接提名李继勇进入表决阶段 民进党的李继勇怎么能当中选会主委呢 这是裁判兼求员 怎么可以干这种事 我是要求中央党部 那就直接注销我的党籍 你以为浩克把衣服脱了就看不出视率的吗 一辈子都是民进党的人 脱了民进党的皮就是超然独立 但最近把年轻人选票洗好洗满的蔡英文 真的敢直接插手独立超然的中选会吗 若选者联盟除了姚文志之外全数归队 中选会已经准备好为小英总统效命了 太他妈创新 太他妈暴力 太他妈恶心了 如果当年马英九让中习委去当中选会主委 国民党应该直接被决清灭党革命了 原来颜色对了就什么都对了 我一直以为中选会是中央选举委员会 原来全民是中程加农选边小英后援会啊 是所有的人要团结起来 只要两秒钟 滑鼠一道右下角 目前订阅254500 订阅又不用钱 还不按下去吗 蒋万安 当立法院多人混战打得如火如荼 或突然从一个角落听见爱与和平的声音 律师桌上多了许多相叠的肉体 奇怪这不是混血王子蒋万安吗 是谁报警我们混血王子蒋万安 正是武党籍新门县立委陈玉珍 这环抱就在万安眼神死中 路过了漫长的一个 身体不错 万安能忍这么久 不愧是最强血脉 不止韩粉不理性 原来万安粉更冲动啊 难怪这么多人想选立委 外面刮风下雨大家赶上班 里面农情逆意 你跟他烂紧安 人帅真好 人丑吃草 抱歉 我吃草就好 万安是大家的 不要乱报 你管好你自己要紧啦 奥地利总理 这是你想象中的奥地利 这是你想象中的总理 这是奥地利总理库尔兹 我已经很兴奋了 32岁的库尔兹人称霸气鲜肉总理 2017年大选带领保守派的人民党大胜 同年比汉右派人民党共组联合政府 成为全球最年轻民权领袖 但好景不长 上周当地媒体公布了一段影片 他的副总理史特拉赫 泰厄级人士协商要买下当地媒体 制造支持自由党的新闻 消息一出隔天 史特拉赫就辞职了 接着小鲜肉总理 当然又是一套政客棋手势 不是我 我不知道 我很震惊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奥地利国会很快就发起 对总理的不信任投票通过 库尔兹成为奥地利第一个 因罢免而下台的总理 哇 罢免总理跟喝水一样 欢迎库尔兹来台湾从政 台湾不管做多烂A了多少亿 都不会在任期内下台 这个叫压属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